今天邀請到這個專家了,彭智永的老友 我都說了,有你在身邊就永遠都沒有專家的,只有你一個 為什麼專家的這個呢?其實應該是港粵結合語 就不只是粵港粵,是港粵,是香港本土 很多結合語都是香港人發明的,這個有價值 彭智先生說說,結合語這個語態只有中國有 這個很奇怪,這個世界上的語言系統裡面 只是我們中文才有這種講話的方式,或者語言的語態方式 這個結合語是什麼呢? 我只是說前面,其實是一個謎語來的 就是我們講前面的謎面,但問題是我們不用講後來的謎底 你就會全明白了,你知道我說什麼的 這個就叫做結合語,不然就叫做謎語 謎語分分鐘我說那個謎面,你不知道我說什麼的 但結合語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猎的 這樣的形式之下,就必然要我們兩個人 是要同一個文化基礎 那個文化基礎就來自我們的生活 來自我們對這個社會,或者對這種文化的認知 然後我們才溝通到的,不然就沒得談的 換句話說說,我們有北方的結合語 有南方的結合語,有古時的結合語,有現代的結合語 如果大家不是北方一起長大,未必會認識的 我們可能會認識,等於我們的白話文和我們的語體文 或者你是說國語,我是說廣東話 我們是有個機會有個共同語言系統的,這個叫中文 舉例,有很多中式的結合語,譬如你剛才說的可能是北語 舉例,譬如豬白怪照鏡 這些我們廣東話不會講的,很少講的 但我們都會明白的,我們都會認識的 這一種都不一定是,當然有地區性 但不一定是溝通不到的 都溝通到 不過就不夠我們廣東話的那種,是很入獄 這麼絕吻 絕吻 還有會心微笑,有一種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很有幽默感 有很多人說中國沒有幽默感 有,在揭露宇就看到了 今晚我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本來在官台做過的 但在那時候,官台有很多不方便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裏面有很多鬼惑的東西 古靈精怪的東西,是跟性有關的 一旦性有關,就必定會用到一些字 這些字就是小狗爛拆鞋 是,就是彭生俱書 如果你有本書,你就會明白 今天我們說的,有語用字 不會一定是正常播音 它會有些是粗口語的粗字 但我們不是說粗口,而是一定要說這個字 如果不說這個字,根本就不可能 將它的絕法拿出來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我寫了一本書叫做小狗爛拆鞋 這本書其實就是我們廣東話粗口研究 是啊,沒錯,是研究 是研究,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廣東話,不一定是廣東話 世界語言系統裡面,粗口佔的比例是很大的 這個另外,如果我們去研究語文 如果我們去研究語文,而這個粗口語是這麼大 我們是忽略了它,或者是忌諱了它 即使我們在一個研究系統裡面,就缺了一些東西 是啊,現在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字 這個法音不是利語,利語就是罵人 罵人的叫利語 我們不是罵人,又不是侮辱人,又不是用來發洩 而是有一個奇妙的用處,就介紹給大家 這個利字講說,是上面一個四下線,一個言字的利 這個就是罵語的意思 好了,那就開始了 好,來吧,你帶,靠你 我再買,我再吃 你先是專家 你是專家的專家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有一天它說到你認為有兩個蜱蜂蜂是香港人創造的 絕對是本土,絕對是香港近世出現的 一個說了,叫蒙古王打仔 蒙古王打仔,你的手下作出來 吳金鴻先生在做《歡樂今宵》的時候 我設計了這個節目《怪招》裡面用了 蒙古王打仔就是大汗打細汗 大黑汗打細小的蒙古仔,這真是一絕 這真的要解釋一下,我們經常說蒙古王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蒙古王是誰 為什麼蒙古王等於大汗也不知道 蒙古王基本上都是成吉思汗 所以蒙古王打仔,也可以叫成吉思汗打仔 成吉思是他人的名字 汗其實在蒙古世界裡,叫做大王 這個汗是大王 即是跟直譯,直譯,直譯而已 我們廣東人讀汗,原來他過來不是叫汗 是韓,音應該是讀汗 我想是跟普通話,或者是跟國語 大王就叫可汗 我們寫的就是可,可以的可 三點水的汗,實際上叫做黑汗 黑汗,不讀可的汗 這個黑汗,基本上就是在蒙古國裡的一個大王 即是王的王,或者是領袖 現在李大哥,厲害了 當時在歡樂今宵搞了一個節目叫怪招 每次,很慘的 他們歡樂今宵原來每一天都會讀很多很多個 這些小的疑惑 然後晚上就做的 他們就讀了一個叫揭后語 這個呢,我們的中文,我們的廣東話裡面 哇,大汗臨來,我們不會這麼文雅的 是的 我們現在說大汗,突小汗 即是很大粒的汗,滴下來 滴下來,滴下來 與大相關這個蒙古王打仔的打就是突 是的 現在打人叫突人 那你覺得大汗,大汗打一個兒子 小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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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打小汗 這個最一串 你說得對 這個呢,在英文的 Can is can Can 就是可能是 Can 就是這個汗 就是汗 第二句呢 就是 又是彭先生說 部長 這句話就叫做 阿婆同姓戀 哇,這個好像是你作出來的 賣不敢略味 這個厲害 為什麼呢 阿婆同姓戀 阿婆同姓戀 阿婆系列 阿婆系列很多 阿婆系列就變成老汽了 老汽 老汽呢 如果你說阿婆賽跑 就有這個字 有這句 阿婆系列之阿婆賽跑 那就是老汽都要走了 即是說怎樣都要走了 那如果說阿婆同姓戀呢 不,不要誤快 阿婆油娃式 哦,油娃式 你解一下 你解一下 老汽都贏了 哈哈哈哈 正話說了 就 我們這句話都笑了 阿婆賽跑就老汽都走了 那如果油娃式呢 他就撐了嘛 其實 其實酒和撐呢 是有些分別的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阿婆賽跑呢 只是酒而已 就是酒火景 酒而已 如果撐呢 就比酒呢 更要急速 更要嚴重 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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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但是這個字很有趣 中文這個撐字 是廣東話的撐字 它不一定是 用一句話的叫撐 即使兩個人呢 兩個情侶 吃飯都叫撐桌腳 我們讀成撐桌腳 撐桌腳 都是那個字 字一針之轉 有兩個寫法 一個是剔手邊 一個是手掌的掌 另外一個剔手邊 手掌的掌下面 不要的手字報 又變成牙齒的牙齒 這個都是同一個字 就是撐和撐 都是這個字的 死雞撐飯蓋 又是這個字 撐很多程度不同的解釋 都是用的 用字很妙 你不用撐著 你不知道用什麼代替 是的 不知道什麼代替物質上 死雞撐飯蓋 你不爽的 撐飯蓋 不爽的 撐呢 變成一種支持 有一個叫撐 我撐你 我撐你 支持也是撐 這個就是這樣 找一支粥 撐著那個嵐的騎樓 又是撐 以前我們中國的窗 不是這樣開的 是這樣開的 我們中間就要用一支粥頂著它 這個就是撐了 這個就是撐了 這個引伸了 變成我支持 支持住 比如說我撐港台員工 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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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撐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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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蛙式不是撐 那個是 撐 撐 撐和撐 兩回事 都是這樣寫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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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新的 潮語 叫做閃 閃 即是撐了 即是撐了 即是走了 這個閃 順便說一說 原來我們在97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移民 移民都叫做油蛙式的 撐 撐 不止 原來呢 雙腳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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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撐了 是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一路撐水 撐水嘛 一路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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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撐 這就是我們當年的香港移民潮的時候 就一直撐水 一直撐水 即是一路賺錢 就一直撐了 因為好可悲 其實現在的中國大陸 那些裸觀就是這樣 就是一路撐水一路撐 是啊 呦 是挺好的 這些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这就是要跟当地我们本身的文化,我们要认识 然后我们才有那种同样的感受,那种味道,那种绝理那种的诡划 还有,你用另一个字是没有,字代表了广东话这个字 那这个字是最绝的 说回这句揭后语,阿婆同性戀 那个说法就是,阿婆同性戀,老兴就就老兴 两个阿婆,你同性戀的时候,当然你要就我就你了 这个就就是遷就的就,另外一个就就腰的就 所以老兴就老兴就老兴就都要,几带都做下去 几带就几带啦,几带就几带啦 这个呢,相关的咒词就用得好 讲,揭后语就有这个味道在这里的 揭后语很多时候,或者我们的语中文 中文的语系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些意思是可能一语相关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有些是一语相关的 这么坚? 有很多的,不然我们今天不讲相关语 举些例子就是说这些,成人一点的 但是没有一个恶意,没有一个骂人 有一个你经常都说的,当时听到的 老举埋连 老举埋连 知不知是什么? 老举埋连,老举就是做鸡 正工作者 正工作者 现在叫做,那埋连做什么呢? 埋连就要算账了嘛 要算账了嘛 埋连就是说,每年都要算一算 当年做过多少生意 对,埋连结 老举埋连结 算数 但是广东话当然加了一个形容词 或者加强词 那就算账了 刚刚这个账字 又可以叫做算账 对,算账 这个不算了,算账了 不算是说算数 就说了老举埋连 是有一个幽默感 还有当有些时间有忌议的时候 大家不方便说粗口 就会套用这些绝后语 例如说,很多时候 连这些女孩都经常说 这些女孩经常说 哇,这是法国大餐 法国大餐 这句又是绝后语 原来真的 意大利餐没有的 中国餐也没有的 他一道菜 除了头盘或是汤之外 他当然多了鱼 所以就叫做多鱼 法国大餐 就是法国大餐 多鱼 大家都明白 多鱼的意思 其实也是粗口变调 这个旧字可以叫多鱼 法国大餐 多鱼 则官,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我也做过一些调查 或者研究 是不是法国大餐 就是我们吃的法国大餐 是不是多了鱼的呢 我就问过那位法国厨师 法国厨师告诉我 不是的 不是奸奸 不是 就是你有点 你点菜的时候有鱼 就有鱼 你吃牛扒 没理由牛扒上面有鱼 那就是多鱼 原来不是 他说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吃法 和外国人不同 外国人就会有 吃餐之前 有汤的 这个汤可能他们就是用周打鱼汤 嗯 先上主菜之前 有一个汤 这个周打鱼汤 周打鱼汤可能是有鱼 那你帮唐人 就 当了是有多鱼 就是去吃餐的时候 有多鱼 很多餐 第三味菜就是鱼 哦 因为有了这句话 可能他做出来 就多鱼给你了 都没顶 这个鱼也很精彩 另外一个鱼 我觉得这些是日常用的 因为我们那天说不到 今天尽情说回 这个鱼就叫做 太监骑骆驼 哦 嗯 太监骑骆驼后面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原来骑骆驼 大家想一下 骑马不爽人 太监骑马不爽人 原来骑马有个鱼封 骑马有个鱼背的鱼 当你的太监骑上去的时候 那个鱼 你的鱼骑下去 太监骑马不爽人 没有鱼封 没有鱼封 太监没有鱼封 没有鱼封 当你太监骑骆驼的时候 就变成了 没有鱼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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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相关的 这个鱼封 就是说 鱼封不住 就是好东西 又是相关鱼 就是说 Wonderful 最弱 叫太监骑马不爽 没得鱼封 没得鱼封就行了 不过中国人 这些广东人 一定要加个字 起码大家听都觉得过瘾 没得鱼封 没得鱼封 如果你讲到 这个没有鱼封 没有鱼封 没有鱼封的时候 香港又正 有个六八九 六八九 六八九这三个鱼封之后 又少了鱼封 鱼封就是七字 所以这个有个议员 叫王毓敏 就跟他作了 六八九就是没有鱼封 还没有鱼封 六八九 本来九就是中间没有了七 六七八九 这就等于当时说 李热廉 没有鱼封 没有鱼封 就是这样 一样 一样 用那个模特 用那个格式 这些也是有趣的地方 我们不是专专执人 或者我们没有 而是问题 就是有那种聪明之处 那种幽默感 你是跟外国人去解释 或者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文化 不是文化 文化 不是文化 文化里面 就是grammar里面 都是很难表达的 很难的 没人去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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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行 我也乱了 专家 接着我又介绍另一句 叫做国际机场公刺 这个也很正确 你分清楚,应该是国际机场男次,或者国际机场女次,是很少国际机场公次 这就不得标准了,国际机场男次是什么呢?国际机场男次是什么呢? 里面是什么人都有的,又有日本人,又有藏人人,又有法国人,什么人都有,所以叫什么人都有 女子,什么都有,不一定的,真是太金鸡鸡鸵 这就是经常讲的,这一讲到性器官,又有一批的,这个系列 譬如,这个系列,就是男女性器官系列 譬如,这个叫做,无上妆,无下妆,晒太阳 这个不是很标准的,这个有的,这个迷面不是很标准的 简单的,无下妆,晒太阳,男人,就无缘得晒 如果不是,就无缘晒,无缘晒,无缘晒的话,输得输肝追尘 什么都没有了,输钱就是这样 这次真是无下妆,男人无下妆太阳,无缘晒了 这次是女人无下妆太阳,无缘晒了,加多个字 没有了就没有了 这些都是阿婆系列,或者是这些,性器官系列 我想问一下次官,我们粗口文化里面,或者这些歧后语文化里面,不一定是粗口的 不一定粗口的,很有文化都有的 有一个叫做,很中国的,汤珠凳 是,汤珠凳 要找次官解释这一副 你解释的时候可以喝咖啡 现在这个世界就看不到,要在逃房找电击来做汤珠 那就没有了以前的汤珠的方法 这个不是很古的,几十年前 比较在农村也是这样的 农村也是这样的 农村也是这样的 用一张座椅 这座椅叫做汤珠座椅 这座椅是怎样呢? 一边的脚高了,一边的脚低了 为什么它叫做汤珠座椅呢? 它就是将一只猪绑在这座椅 即是像桥座椅 大家知道 前面的两只座椅的脚高一点 后面的脚高一点 后面的脚高一点 做成一个斜面 将一只猪 刚刚,因为是猪要挣扎的 刚刚就将两只脚 绑在两只小椅的脚上 那些猪不能动 没有了 即是反转 将一只座椅反转来 绑住那只猪 然后呢,在中间割开 通常呢 湯猪有技术的 就不是由胸口 是由屁股那里 由那里向上 这样割 当然有些 要放猪血 它一定要割喉 因为留下猪血 猪血可以卖到的 即是猪虹 我们现在还吃猪虹 那湯猪灯是说什么呢? 描写什么呢? 这个就是 先说一个谓的谎底 就是 就用來形容或描述一些專欺死男人或是欺死老公的女人 即是說你誰爬上過這個女人,你一定是死的,這個女人就叫Ton Chudden 剛才阿次官也解釋得很清楚,很多時候我們的語言都包括了一些農村語 因為中國都是小農國家,農業社會,很多時候都是有苗社 所以他們一聯想到,很多時候是靠聯想的 聯想就是,逢什麼東西一擠上去都會死,或者豬一擠上去 任何東西擠上這個湯豬凳上面都等於要死的 然後就說女人,當然我們覺得不太好 如果你這樣就說女人是湯豬凳 其實這些我們都要記錄去 如果我們不記錄,我們不說出來 可能我們太一個世代的人就沒有這種知識或這種文法 因為現在已經不再用湯豬凳了 或者不用這種湯豬形式 所以這些我給我們的語言裡有個名詞叫死語 這種語言就開始慢慢大家不說 一不說就沒有了 過多二十年 過多二十年,現在都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有機會特地說出來 講到這裡,我又插一個,這個就不是血頭語 這個是日常的鯉語,即是俗語的鯉語 鯉語,人字邊一個鯉 多少鯉的鯉 這個鯉語就叫鄧川蛇 鄧蛇是什麼呢?鄧蛇就是伴郎 現在叫鄧蛇 那為什麼伴郎叫鄧川蛇呢? 那就是提防巧氣了 朱冠有本書,提防巧氣 裡面就寫了很多中國的小,常識趣味的東西 這個你問Milton,我們operator 你知不知為什麼叫鄧川蛇? 經常都說的 結婚的時候,旁邊有一個伴郎 這個伴郎叫鄧川蛇 那為什麼這個伴郎叫鄧川蛇呢? 為什麼我剛才說要吃著這個湯姊鄧呢? 因為跟豬有關的 豬系列很多 原來當時在農村上 就要運輸豬出來 去市集 去虛期賣 用那些交通工具,叫單輪車 單輪車大家都可能有印象 後面有兩個人推著 前面有一個輪子 就像現在建築用的地盤那些 運石機一樣 因為它的豬地很重 幾百斤 怎麼可以運出去呢? 一定要用車推 推小路 但是運兩隻豬就好 如果運一隻豬的時候 就有很大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隔著這邊 這邊呢 這樣就結了 側面它推不到 那些人是很精的 那些農夫 就想 找一塊大石搬上去 跟那隻豬差不多的重量 就放在左邊 那隻豬就放在右邊 那麼中間隔著 反而這樣容易推到 因為兩邊平衡 所以這塊石呢 叫鄧豬石 鄧豬 鄧豬 鄧了一個重量 叫鄧豬石 但是中國人說著說著 就說到 變成一個豬就變成一個村 一字之差 一音之轉 就變成鄧豬石 就變成鄧村石 為什麼跟那些伴朗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鄧豬石呢 在去到那個賣豬之後 那隻豬就賣了 那有沒有人這麼老襯 推回那塊石回鄉下 沒有的嘛 丟在一邊的嘛 用完即器 用完即器 那等於伴朗 那天就是一次通用 就是頂走用的 是的 你說一次通用又有用 第一次通用又有用 第一次通用又有用 唐人也有 就是鄧豬石 不是呀 你現在還有一句 說完這個鄧豬石 就跟豬有關係 所以又解釋了 什麼叫鄧豬石的來源 就是鄧豬石 鄧豬石怎麼來呢? 就是這樣來的 你說豬呢 如果你不說一下 吃豬 你現在說完 那為什麼現在 就經常都說一個女仔 沒有一隻豬 就是說沒有了一個儲女 就叫做沒有一隻豬 為什麼叫豬呢? 這個又跟我們的中國文化 有關係 因為原來你娶老婆 以前那種禮 那種禮 你娶完老婆之後 三朝要回門 你回門 你又要送禮物回娘家 通常如果你很滿意 或者你是 即是那個新郎哥 那個是儲女 那個是儲女 那你就必然要送一隻金豬回娘家 去多謝外母 為什麼搞得一個女兒這麼好呢? 所以當他運一隻豬回娘家的時候 代表他是滿意的 然後我們要有些幻想力才可以 即是世界那種歷史的轉變 或者那種文化轉變 就慢慢變成一隻豬 即是燒豬 就等於了那個 豬女 滿意的新娘 你怎麼滿意就這樣 是啊 就是這樣變成了 所以這個就是被人捕了一隻豬 即是說他已經被人破了柱 這些我們可以很… 你破柱就好像很文化味重 如果我們市長一點 吃一隻豬 沒有一隻豬 還一隻豬給你 沒有一隻豬 這樣說法 這些又是傳統的中國文化 很可惜 慢慢大家又不知道 這個豬 燒豬之後就是紅皮赤狀 叫紅皮赤狀 為什麼很多時候要開戲 或者有些慶典買燒豬 因為叫它紅皮赤狀 紅皮赤狀 紅代表吉利 吉利當紅 它不用第一隻豬 有隻豬夠大 還有乳豬夠大 還有乳豬夠大 整隻豬這樣攤出來 很有型 所以這個紅 代表了柱裡裡的落花 落鷹片片 又叫落紅片片 就是這樣 燒豬 現在如果你們有機會經過燒臘泡 它不是叫紅豬 也不是叫燒豬 燒就是燒它 不是叫金 金豬 為什麼有金呢 原來金是等於火 火的意思 火 在中國文化上 所以燒豬是因為用火去燒的 所以叫金豬 一來文化關係裡有金和火的關係 第二就是 也型一點漂亮一點 名字漂亮一點 所以叫金豬 你可以訂一隻叫金豬回門 就是這樣 說完那個一次過 有一個經典的 說那個 就是老虎屌溪 這個厲害了 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我一輩子 幸運跟阿鵬仔那次在一起 都看到老虎屌溪 好像是越南 不是 台灣 你記得嗎 我們編劇會 編劇會那年去台灣 小弟有幸不是會員 但是都跟到 你是我們編劇的 香港編劇的祖師 不敢當 剛剛去到野樓 野樓公園 台灣的景點 最出名的就是鋁王石 不是我們的鋁王 它有一個石叫鋁王石 風化得像一個女人的樣子 它裡面就運了兩隻 龍裡面有兩隻老虎 好像動物園那樣給人看 只有兩隻老虎 多一隻都沒有 一隻紅一隻黏 一隻黏 那天老虎很難呈動 只有一次的機會 沒有什麼 那天突然呈動 可能見到我們 見到你就呈動 哈哈 就示範了 他就兩個示範了 整個老虎吊屁 老虎吊屁 為什麼老虎這麼激 原來老虎如果大家去藥財譜 就有虎鞭看到 虎鞭有很多人害怕 虎鞭有勒的 有刀刺的 如果是刀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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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交配的時候 進入老虎的身體 他很難抽 很難拔出來整損 所以老虎刀刺就一次過 他沒有第二次 第二次 那肚虎掉了 看到你害怕 老虎和獅子不同 老虎只有山頭一隻 一山不能藏二虎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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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做完這次之後,老虎就走了 這個老虎後來懷人,可能一輩子,第二次他懷罰找不到老公 他就不行了,不然他那次做完就一次過,沒有第二次他不敢找 那時候也不敢找別人,痛死他,很傷的 所以叫老虎吵析,就一次過了 動物世界就是這樣,原來我們人的世界裏面都有點衰 就有個叫做牙籤大少,一隻牙籤,牙籤大少的結合是甚麼呢 就叫做撩完就扔掉 大家明白了,他撩著是甚麼意思 原來父心郎,以前的壞人趙元松 通常牙籤大少騙了一些女生 騙完之後,就不要那個女生 我們簡單一點叫趙元松,牙籤,大家用牙籤 你撩完沒理由收起它,撩完就扔掉 這種東西就叫做撩元 這個在北方又有一個揭頭語,跟這個圓是一樣的 這個揭頭語叫做圓壇兄弟,圓壇是誰呢?圓壇是聖的 趙元彈,叫做圓壇,黑口黑是財神 趙公明,趙公明 趙元彈的兄弟叫甚麼呢?一個叫趙元松 一個叫趙元昌 趙元松也好,趙元松就扔掉了,沒有美飛堂不見了就算了 最壞就是趙元唱 趙元唱,在北方就用這個趙元彈兄弟來講我們牙籤大少騙 但無論如何都不會牙籤大少騙,那麼生猛 趙元唱都壞,趙元就好地地了 他的元和他的唱是排音的 有一個我媽媽的時候是不准說的 但正式很多人都說 這個叫做半夜吃黃瓜 後面的揭口,現在就不知頭,不知味 是的,你知道黃瓜是圓的,一條 那為甚麼我媽媽不准說呢? 原來吃黃瓜是說女人自己自族 男人是自族,女人的自慰 自慰 這個中文要很清楚 這個自慰的時候,沒有那麼多郭先生,沒有那麼多震蕩器 隨手震蛋 沒有震蕩,有震蕩器 你問一下下部長最熟,因為他這家 他不是專門研究這家的 找一次他講講AV 好了,這些東西呢 他就隨口在廠房就執見了 執見甚麼次呢? 執見黃瓜 黃瓜呢 有很多拆留者說,譬如黃瓜打狗 沒了一缺 因為黃瓜脆的,一打狗就沒了一缺 但黃瓜那個尺寸 直徑和長度 恰好就適合這個女人用 這個自慰用 所以半夜吃黃瓜有這個暗語 我媽媽說的 你媽媽的性教育都不錯 對,厲害 我媽媽是西關小姐 有些說話不准你說的 他說不能夠說吹脹 又不能夠說過癮 又不能夠說頂你的肺 蛤? 我經常說,女人都不應該說 男人更加不應該說 吹脹大家明白 這個就是口膠使得你的性器官膨脹 吹脹,吹脹 過癮呢? 原來呢? 過癮呢? 過癮呢? 有些被忌諭語 以前是不准說的 都不准說的 現在我們可能說得多 或者已經均衡了 就流落坊間 已經成為我們普通常用語 過癮以前真的不准說 不准說,我媽都不准我說 原來過癮呢? 跟性有關的 絕對是 原來那些豬發情的時候 那些豬都會發情 發情的時候 除非他當時 豬那發情的時候 除非有隻豬公在那裡 幫他打種 否則他會很辛苦 他就會找一條柱 去牠們走到牆角的柱裡 去牠們走到牆角的柱裡 貓也會 貓就是這樣 但通常這裡過癮就是講豬 對,講豬 那隻豬就去牠們走到牆角的柱邊 牠們走到牆角的柱邊 在牆角的柱裡磨的時候 他的表情,那種形態很過癮 就是他過癮 對,很過癮 就是叫做過癮 過癮 引身也就是說 他姓歡愚 就叫做過癮 所以因為跟性有關 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 避忌 避忌 就不准說了 可以做就不可以說 中國人是這樣的 另外我剛才說的那個 叫做頂你的肺 頂你的肺 近時也不准說 為什麼呢 什麼頂你的肺呢 就是說你在性交的時候 你的羊具長 長得頂著肺 多長呢 所以說頂你的肺 這個就是粗口來的 這個是在那時候的性癮 這個就是這些 方間 現在大家的誤解 就是次官表現了出來 其實不是 其實在語言學裡面 正正式的 就調你的肺 那個調字和肺 我們都轉了音 不用了 變成了頂你的肺 變成了頂你的肺 很多時候 譬如現在的女生 經常都說 超 他其實是粗口來的 他不用真正的粗口音 他用了另外的代替音 去代替了 然後變成 嘩 你什麼是這樣的 超 其實這些都是粗口來的 頂你的肺 其實都是一個粗口來的 但是我媽媽就說頂到肺 嘩 那要馬什麼那麼長才行 一定要馬什麼那麼長 你沒有馬什麼那麼長 頂不到肺 我媽媽就說不對 另外有一個我想起 就是叫做老豆生沙林 什麼來的 這個真的是你才認識 你沒聽過嗎 要寫下了 老豆生沙林 沙林是一種病 好像有一粒沙那樣 就叫做沙林 沙林就是 沙林病的沙林 沙林病的沙林 但是沙林不是 是一種男人病 其實是一種結石來的 老豆生沙林 是什麼呢 老豆什麼呢 爸爸 爸爸 用個巴就可以 生沙林之後 怎樣情況呢 就整個病了 這個塞了 塞了 所以叫做巴人病 那條巴 爸爸那顆病病 病了 老豆生沙林 就巴人病了 這個又是 這個其實 這個很古老的 寬如今宵那群人讀出來 不過就不能播出 是的 這個又是你那群屠宣屠室讀出來的 是的 我就聽過這個很久了 這個因為都是七八十年代的 我忘記了是不是 我終於記得了 老豆生沙林 這個老豆生沙林 巴人幣 這個是現代一點的 不是那些廣東佬搞出來的 是香港東西來的 香港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 我們經常都要說 要記錄回 我們是很 Pow of我們香港語的 是的 對很多生晚東西的 對很多生晚 很多時候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香港這群年青人 就真的匯集了 中西文化的結合 又創作到很多很多東西出來的 譬如我們的音樂 電影 電視 大家看到 在語言方面其實都很多的 透過這些東西 我們就顯現了 那個社會那種言論 或者創作的自由 是的 那是很多的 第二 現在說一個 我現在說這個 就是我十多年前 經常聽到的 經常說 經常說 經常用 是香港人發明的 一定是 這個叫四方屎眼 好噁心 四方屎眼 有些人就不是 有些人說三角屎眼 有三角嗎 四方屎眼 四方屎眼 他就說什麼都不對 你想想 四方三角 你圓形也對 四方三角 就是什麼都不對 是吧 屎眼 屎眼 就是那些 封茅庭花那些 你這一個 另外又想起 你這一個 叫做 歪嘴尿糊 你解就解 尿糊 現在 沒有了 在醫院有 醫院叫鴨仔 即是說 怎樣用鴨仔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 病人不方便下床 即是不方便下床的時候 那些姑娘護士就會 尤其是晚上就會 讓鴨仔方便去小解 這個鴨仔就像我們的茶壺一樣 即是你的茶壺 前面有個嘴 這個歪嘴尿糊 即是說 你的茶壺 即是那個 那個尿糊的嘴 頭 是不正 是歪了一些 歪了一些 這個又是我們廣東老好東西 你要想一下 那個情況是怎樣 如果那個尿糊的嘴是歪了 嘴是歪了 那你用的時候 你會怎樣 那個形態是怎樣 想不想到 這個就是咬咬頸 即是那個嘴 那個嘴就是那個尿糊 尿糊頸 那你要咬了那個頸 才可以射得正 即是你咬頸就是咬頸 他硬是要加這些東西 就會令到有脆味 我覺得這些不是粗俗 我覺得是一種脆味 噢 那屎尿糊呢 因為又是禁忌 所以很多時候已經用到的 是 很多 很多 你那天說了一個 不過我們沒有出街 那天我們在官台說 你有一個叫做尿糊養蛇 尿糊養蛇 我們沒有出街 我們在off mic之後說的 你解釋一下 尿糊 本來是蛤尿的 裡面養了一條蛇 那怎麼辦呢 你男人蛤尿 就要插了那個 蛤尿的用具 進去尿糊的頭 那裡有一條蛇 即是自己找自己老襯 即是被蛇咬尘 即是自己找自己老襯 自己麻煩 屎尿痞很多 因為屎尿痞是一個禁忌 在那時候都是跟性有關的禁忌 譬如我們那次說了一個可以出街的 就叫做神仙放屁 這個也是 很精彩 神仙 神仙是甚麼 神仙 不是凡奸的人 是不是 即是非凡奸的人 神仙放屁 屁又會響 是的 不是知臭 還會響 最主要就是響 沒錯 當你神仙放屁的時候 這個結後語 其實是一個成語 就非同凡響 就跟凡人一樣響 只有兩個意思 非同凡響 另外一個又出街 又是好東西 就是在天堂或神仙境裡的尿糊 或是公廁或是廁所 這個結後語就是全神觀珠 這個叫天堂尿糊 天堂尿糊 就是天堂上面是全部住滿的 都是神來的 神仙來的 神仙來的 神仙一起住在尿糊裡 全神觀珠 你說多厲害 這個也是好東西 也是說屎尿糊 也是說屎尿糊 屎尿糊裡 如果我們說到神仙 還有一個都挺讚的 叫做鹽瘡土地 鹽瘡土地 又可以叫做鹽瘡皆磚 什麼叫鹽瘡土地 或者鹽瘡皆磚 鹽瘡土地 鹽是很濕的 一定是濕的 濕的 吸水後 就會變成濕濕濕 黏的 對 鹽瘡土地工 或者鹽瘡裡面的街磚 肯定有鹹有濕 鹽瘡土地 或者鹽瘡街磚 就叫鹹濕 鹹濕濕 鹹濕濕 最初的源头就是寄馆里面的二厘馆 二厘馆以前在唐西的时候也开始有 最初是最高级的,就是四大名馆 然后去酒楼饮宴,看电影也看过 因为这个地方开了之后,不是每个人去得到的 有钱人彭十二笑,你才能去得到的 彭十一笑,彭十一笑才可以 有些穷鬼,如刘天智那些穷鬼 去到怎么办呢,要么就要捐灯笼帝 四围去捐一下,看热闹就算了 但有些真的要做事 于是他就去那些叫二厘馆 厘是什么呢?就是一厘买个厘 这个就是分之后的数单位 这些真是很可憐的,厘买的 厘买的,厘买的厘买 那些人就说咸爛的咕哩佬 那些劳动阶级去那里 那些人就说这些人很咸濕的 因为他出如汗,就是等于你那些炎一样 咸不咸濕濕,但是他也来光顾 那些人要做十几单来才够吃 就说那些人是咸濕佬 由咸濕慢慢伸展,就到了现在 讲的人好识,或者是无手无脚 就为之咸濕 你说好识和咸濕的关系 我们广东人经常说咸濕咸濕 你查任何字典,查任何来源都没有 咸濕原来正式的写法 就是好识,就是那两个字的音转 好识,其实我们就将好识 广东人说为咸濕 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原始有的中文 但经过很多代,演变下来 我们慢慢就变成咸濕 我们现在的广东人就只说咸濕 就不记得了原来的来字就是好识 好识,现在其实呢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盐仓土地 你说好识呢? 那就不行了,不要玩了 它就要咸濕 才能解释得到 这个又是文化差异 但又是正式的 我们广东话的精彩,精妙之处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香港的揭后语 说来说去都全部用中文 都还没有英文 英文啊? 是中英格集的 有啊,你先举个例子 最简单最简单就是澳门朋友 这个Macau Friend 荷兰赤呢? 荷兰系列才多啊? 荷兰系列多啊 荷兰呢? 荷兰呢?荷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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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 Misty 荷兰呢? 荷兰就是荷兰吗? 哈? 香港那件事是委婉地說出來,不是直接說委婉 這個更棒,就是馬交,很多人說最早有人上船 上岸,那些葡萄牙人上岸 現在叫做天后廟,我們去旅行的廟是馬祖廟 馬祖就是天后,林麥女士,福建人 我問他,這個哪裏啊?什麼鳩啊? 其實在罵那個關鬼佬,你說什麼鳩啊? 那些人說什麼鳩啊?什麼鳩就是馬交,逆逆逆馬交 不不一定的,刺官專門説不懂,就講解坊間那種說法 這些是有趣的,其實不是的 現在考證了,不是的 不不,也是另一種說法,就是當葡萄牙人上岸的時候 他問當地人這裏是什麼呢? 這個當地人就告訴你這個馬祖廟 馬祖廟,不停說馬祖馬祖,我們這裏馬祖馬祖 那那個葡國人呢,就當了是 馬祖馬祖的音就變成馬交 好奇怪的,為什麼馬交會變成澳門呢? 因為澳門最初在中國明朝的時候,之前都是叫十戰門 叫做蠔鏡 有一個蠔鏡花園還是蠔鏡醫院 是的,蠔鏡,這個正式是中國原來的名字 它的蠔意思就是一個海灣 然後因為那個海灣的波平魚鏡很漂亮 所以就視這個地方叫做蠔鏡 好像鏡一樣,波平魚鏡的鏡,叫做蠔鏡 這個海灣是一個蠔,就是一個避風的海灣 小澳,就是石澳、將軍澳的澳 本身就是一個彎進去可以避風的天然避風堂 但大家現在俗叫,澳門人都叫馬交 多數叫馬交 最蠔的就是香港的師爺,一定要罵罵 本來我們去迪士尼,叫做陰奧 這個名字很棒,為何陰呢?就是北邊的意思 就是山之陽,為之陰 這個字跟陰奧的陰是同陰和字,但不同解的 他不懂而已,他覺得陰奧就很噁心了 於是就叫做,現在改了名字 叫做陰奧 你講文化呢,中國裏面有沒有人有文化得過孔子呢? 有的,孔子也問禮於周公,或是問禮於道理儀 周公、禮儀一定比孔子厲害 那這個孔子也有個劇合語 孔子是很有劇合語 大家趕亂知道,孔子療報 孔子療報 但他 standpoint,孔子療報 孔子療… 孔子療報 那要求疑惑 孔子療報 孔子療報 我們程也能蓋下去,從我們還是 nazi 期間的取 Boost 這個送辭 孔子療報 quarterback 說到差不多時間都七七八八 最後應該講一個 morality 看到我們 fossil姓的東西 是曹子療普 这个周润发说出来最威猛,同义军是什么呢?英文叫时鸡 跳弹床就弹弹一下,加上时鸡弹弹,同义军跳弹床 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第一,随便谈谈谈 第二,到最后,都结合中英文,结合香港的文化 这个很重要,香港是中英文结合 你不要当有粗口,就一定是低俗 不是的,有学问,一定要懂,才可以知道 你自己试作,或者你作一个出来 很难的 里面要有很多约定俗成,很多文化,很多大家意会 又不能够只是传神,又要意会 里面粗口,或者我们说错语言语 它有它的日常用法和用语 今天我们不忌讳,也没有一个骂人的意图 又没有一个粗俗的意图 又没有一个歧视任何的 是,纯粹就事论事,将香港和粤港的揭口语 就是这本,揭口语更加勾尋回来 大家想再参考,就去这本书可以 这本书可以,便宜很便宜 学研究很棒,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